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呢 也有一个老人的身体充满了皱纹 但是 为你的眼睛看出来 还有很有地味 还有 我再往下翻 我们带你阅读 居然有个女生 哇 一件衣服都没穿 手上还有拿机关枪 但是呢 光是这样看 我觉得还是蛮无聊的 因为我发现了 这一本书很不一样 它是银色的纸 黑色的纸 然后银色的印刷出来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特别来宾 今天先介绍自己好不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那个Bowen杂志图书馆的馆长 周延川 这个是 这本书哪里叫特别啊 这个是什么啊 我现在手上这一本 它这本其实是一个关于时尚跟摄影的杂志 对 然后它这一期很特别 是它这一期里面的摄影家都是日本的摄影家 然后 而且它又中间这一段特别的这些印刷的材质是 特别为了这一组作品选的 所以用那个很特别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感觉 真正很漂亮 而且这个是一只天鹅被炸掉的天鹅 对 然后你从它的这个印刷的模式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灯光 不同颜色的灯光 甚至是不同的时间点去看它 其实完全都会不一样 对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哇 哇 这次是纸本的魅力 纸本的魅力 影转 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电脑在看 我发现光是从电脑萤幕啊 或手机萤幕看 我没办法有这么高品质 这么深度的视觉享受 对啊 因为如果用一些电脑或平板或手机 它的荧幕都很小 而且它整个的那个视觉的美感 其实是彰显不太出来的 我们手上这个是杂志哦 对 它是杂志 它半年一本 半年一本 可是这就我来讲 一定是来到博物馆会珍藏的艺术品等级了 对 它其实因为杂志很特别 它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绝版的东西 等一下 等一下 杂志会绝版哦 对 就是它出版的数量其实是有限定的 嘿嘿 嗯嘿 嗯 然后你过了一个时间 其实你是买不到的 哇 好 那个开场开很久 因为志伟太享受了 今天咧 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演川 它是Bovn杂志图书馆 对 杂志&图书馆 这两个概念怪怪的 对一般来讲 其实大家都是知道图书馆是什么 可是加上杂 变成是以杂志为主的图书馆 其实好像国内外都没有人这样做 所以你是基本上 我知道你是台湾第一个 用杂志来当图书馆的 对 阿世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于是退伍之后的工作 就是一直跟外文杂志接触有关 然后当电影员这样子 然后做了快20年 那就发现其实杂志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 杂志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 我也常跟朋友分享说 它是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入口 很有趣 因为我们自己收集都是外文杂志 欧美日文一些各个国家 那可以透过这些当地的杂志去了解 那个城市 那个国家的一些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是有人整理过的 跟自己在网路上的那种 比较没有整理性的资讯的收集 其实是更有效率的 我手上这个这一本杂志我还在看 我提到朋友 你如果有孩子 你要怎么告诉他什么是银色 你要怎么告诉他什么是金色 其实我觉得从网路上面 好像已经就是 那个视频是看不出来的 对它少了一些触觉 对 还有那个视觉的那个感官 其实刺激也不太一样 但是听众朋友 你也多久没有好好翻一本 不一样而且有深度的杂志 当然了 觉得很多那种口水啊 什么明星啊 乱来乱搞啊 然后什么乱喷什么 好没事 乱喷口水 不要想太多 好像我意外的开个谎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在看的杂志是 它每一页每一页都很不一样 而且纸的触 纸啊 纸张是有触感的 对 而且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像最近炒的非常 火烈的摄子岛 其实里面就很多很多印刷厂 台湾是印刷工艺跟印刷工业 非常强的国家 但是很多人好好去认识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访问到 我们Bovend的这个馆长 我们的杂志图书馆 那请问一下 这一本又是什么样的杂志 这一本也是很有趣啦 然后跟他的相遇也是一个缘分 就是这是一个 我还在筹备这个图书馆的期间 认识的一个朋友 然后那段时间他常常去 我合作的空间去借书 然后借着借着 他本来是一个电影美术的工作人员 那因为这些阅读的累积 然后他开始对家具产生了一个兴趣 爱上家具 对爱上家具 北欧家具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 觉得有一些想法之后 他就换了跑道 他去了先去的家具店工作 然后后来他就想要自己创业 然后进而现在是已经是两家店的店长 那我自己开 后来搬离开原本的地方之后 他就没有书可以看了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 其实我其实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等于是现在的Bovend 然后他就在我们的那个粉丝页留言 他说很谢谢我那几年的分享 让他可以有这些累积 认识这些 怎么讲 多认识很多的东西这样子 因为阅读 然后后来才有那个心想要创业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 其实蛮感动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相约在店里见面这样子 然后他就特地带了一些 就是现在你手上这一本 他去欧洲跳展市集买的 然后这本是一本西班牙的杂志 难怪我都看不懂 然后这本是1968年 1968年的杂志 所以是哇硕果仅存 他年纪比我还大 比我们都还大 可是他没有比我想象中很黄 对就保存的还不错 然后像他这个的封面 就是那个艺术家叫达利 对 然后这个是他还活着的时候 他还活着的时候 对 然后里面有一篇很精彩 他的专访 那这本杂志 为什么可以活到现在啊 因为其实像我啊 那时候过年大少数 真的都会把一些杂志丢掉 你知道吗 对啊 可是还是是会有人去收集 其实我在准备这个杂志图书馆的过程 就发现说 好像比较有在做的 就只有日本 他会收集自己本国 这些各个类型的刊物 可是台湾的图书馆 应该有把杂志好好收集起来 有收集 可是大部分有一些空间比较不够的分馆 他其实到一个时间 就把杂志给清掉 哇 可是其实我发现啊 每个年代每个年代 杂志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不像书本一样这么的厚重 他的内容又非常的充实 而且我想全世界都有很多分 不同的这种杂志的路线嘛 有些专门在讲设计的 有些是在讲国防的 有些当然是讲八卦的啦 那我们自己的图书馆部分里面 都是在收集哪一种类型的 我们主要都还是以 可能是设计建筑啊 然后生活风格的一些 讲美食啊 讲旅游 然后还有一些服装 对 因为我自己在 之前在书店工作的时候 就是比较多的经验 是服务这个领域的专业工作者 会有什么造型师啊 彩妆师啊 发型师啊 设计师 对 那你怎么选杂志啊 因为其实全球的杂志这么多 那你要选择哪一种杂志进货呢 因为你看 你一定有四条的客户嘛 对不对 有有有 啊四条的客户 他要看什么 他会跟你order吗 会啊 蛤 啊怎么办 因为我 其实做这行做 就是做很久了 所以 就是从以前 累积到现在的经验 其实就比大家都丰富 还有知道的比大家也多 延传你 你是原本在广播待过 对不对 我退伍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东西那个陶尔唱片行 然后他后来因为那个产业转型就倒掉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那个时候的 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 人人电台 做那个音乐编辑 对因为让音源记忆会 因为我自己有等于是音乐的专场去听音乐的专场去可以去帮他们做那个音乐的编辑 然后后来怎么会 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你知道吗 知道吗 年轻人要创业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 对 可是你来到一个相对冷门的 做图书馆 私人的图书馆 而且你的图书馆类型又不一样 又是杂志图书馆 所以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 哇就是我要走这个 我要走这条路 你这条路你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吗 是不是 对 二十年 对二十年 二十年来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面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里 为什么是这条路 其实也很多慢慢转变 一开始我很想在音乐产业工作 对可是因为产业整个 怎么讲 萎缩跟转型 那我就只能选一个 我觉得我比较熟悉的东西 那除了自己本身喜欢的音乐 那个时候还有在电台的一个阵子 那自己的兴趣也喜欢看杂志 所以就选了杂志这件事情 然后也因为我觉得杂志对我来讲是我跟人跟人交流的一个媒介 对我可以透过这个杂志的媒介认识到很多人 对可以跟这些朋友们互动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你是台湾首创的 对 那你自己经营图书馆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联好对岸的那个伟大领袖领导人 毛泽东 他听说就是学什么图书馆管理 对啊那我请问一下 经营一间图书馆最辛苦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可能就是在于那个决心吧 决心哦 对啊 怎么说 因为你 因为其实我跟很多朋友说我想要做杂志图书馆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啊 因为大家都会说 嗯 杂志 然后 然后第二个就是图书馆 呀 你开图书馆要干嘛 呀 对 可是我就觉得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的很久了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 你说像学生啊 或者是关键专业工作者的很多的需求 都没有一个单位可以解决 嗯嗯嗯 然后 其实图书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对 基本上啦 可是就又觉得这个东西他们 你看从我们从小到大 甚至有一些学生 他刚进入大学或者一些专业科系的时候 他跟学校申请他想要看这本书 嗯 可能到他毕业甚至好几年之后 书才买 诶真的 我以前讨厌哦 我明明就很想要看到一些专业的知识 或专业的一些期刊 对 然后我要跟学校申请 因为那期刊很贵的 对啊 而且一次 还有采购程序 一次定要定一年 他也不可能说单本单本让你买 对 可是好几万好几万 一个学生怎么可能付得起那个钱 对啊 所以你们这边就帮忙 这些学生 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士 去做这一样的工作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深刻的体悟说 这个 在这个阶段的人 特别需要这些养分 嗯 那应该要有个单位做嘛 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从他入门 到初阶到中阶 他可能 只要 每一个领域可能 好 我们假设好 他只要两千本的书 两千本 他这一轮他看完了 嗯 他可能就可以 到到达一个程度的一个 专业工作者的样子 OK 那我觉得应该不用每个人都买 嗯 对 所以我才觉得有那个使命 想要做这个事情 先别说 先别说 离开我的理由 反正都 将是相同的结果 拥抱着 拥抱着 没开口 泪先流 因为 我学习着放手 偶尝 偶尔 抬头看天空 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 当我习惯寂寞 才是自由的时候 才是自由的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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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安安静静的流过 相爱的时候 相爱的时候 你说过的话还清晰在耳朵 啊 啊 啊 时光安安静静的走空 偶尔回过头 曾经拥抱过的双手 还留着温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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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 多年后 也许不再伤痛 到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络 可能你可能我 在不同的角落 依旧吹着同一阵风 偶尔抬头看天空 心还会有一阵阵阵难过 当我习惯寂寞 才是自由的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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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安安静静的流一空 啊 想爱的时候 你说过的 我还清晰在耳朵 啊 啊 时光安安静静的走空 啊 啊 不回过头 曾经拥抱过的双手 还留着温柔 啊 啊 新牛出来了 奇怪 漂亮 啊这新牛是不是又有一个人啊 啊 又不是有一个人啊 是我们走不到天啊 啊 最近上班日夜操 还我在头儿端出去了 連蜜蜜也喝不到 手蜜要拼 精神也要够 这款保利达蜜牛好你 它含有维生素B群 來 你试试 啊 真的精神都来了 漂亮 啊 我拿回来了 快来走啦 诶 你继续吧 不必来找他了 不好意思 精力充沛 保利达蜜牛 老公 我要 啊 老公 我说 那我来教育 好 与生活亲密对谈 就选DK禅艺静观窗 给你最私密的空间 听见最温暖的呼唤 老公吃饭了 换窗选DK品质最OK DK时尚精品窗 是咱的电台 雷台听醋味 在地故事 听众朋友 那个某一天的晚上呢 志伟啊就跟一群我的坏朋友呢 出去外面喝一杯白酒 然后我突然间被一个很有趣的朋友拐到地下室 就附近啊就是哇餐厅啊很喧闹啊 然后一堆人啊白人黑人啊 然后亚洲人站在那边 然后我就被带进一个地下室 在地点就在复兴南路一段 107巷五弄这附近 对 然后呢 看起来神秘神神又秘秘哦 清水魔 哇看起来感觉起来是 我以为是招待所之类的 害我赶快那个打起精神 而且手呢是放在腰际之间 因为我怕有狗仔给我乱拍什么 进地下室怎样怎样怪怪的 结果一走下去我发现 哎好神奇哦 我要先脱鞋子 然后呢之后踩着脱鞋 然后我们有一个帅哥呢 居然就拿脱鞋给我这样子 然后我离开的时候 他我们离开的时候 那个鞋子已经摆好 他说这是我对待客人的一种方式 只要我帮他做好 下次他就会一样跟我一样做的好 我们到的是一个杂志图书馆 对欢迎 欢迎是不是 哈喽哈喽 那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要干嘛 就是进去杂志图书馆 我要先做哪些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会引导 然后就请那个来的客人脱鞋子 来的客人脱鞋子 对然后再进到我们空间参观 或甚至坐下来阅读 那请问一下 这个整间地下室 我发现 诶 这个一看之后就觉得贵沙沙的 这个整个空间 连家具 还包含你的杯子 看起来都很昂贵 嗯 我们就是有 其实一开始 所以你很富贵的 是不是 我其实没有什么钱 你是好有钱的人 不然怎么可能 有办法让这种空间活得下去 呃 就努力赚钱买书啦 其实这个空间很很幸运的是 等于是遇到一个一个支持这个计划的房东 真的 他名字叫什么 呃 陈凤文女士 凤文我可以跟你认识一下吗 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女儿冰冰 就是 呃 我也是经由朋友介绍 嗯 然后认识到这个屋主 哇 对 那整个装潢感觉起来非常了不起 听说我们这个当红的很像这个葫芦猴的柯文哲市长 也有去年那边录影是不是 对 他去那边干嘛 录什么东西 我们去年有一个网路的直播节目叫正问 正问 对 在第一季的时候他是第一集的来宾 对啊 对啊 然后在里面他进去里面他有什么特别讲什么东西吗 我很好奇 他那一天的主题是讲那个医疗 医疗 对 对 因为那个节目正问是其实是希望丢一些议题让让所有的公民来讨论 嗯 让大家一起想办法来解决 哇 对 那我们一下去之后请问一下啊 除了要脱鞋子然后你会帮忙做个引导 对 然后介绍环境 介绍环境 那像我啊 我是一个对这种杂志我也不太熟的那我要怎么你可以帮我找一本我想看的杂志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怎么找怎么找 来 嗯 我就会问问问你说就哎 其实你喜欢哪一类的嗯 不管是旅游啊或者是美食嗯 可以先从一些轻松的其实因为全部都是外文杂志 那我会建议客人说哎你可以先挑你对于这个不管是封面或者是内容有趣的嗯 杂志先下手 哎可是哦 来来来你开图书馆的哦 我朋友是做衣服的最怕的客人就是哎 什么衣服全部拿出来翻一次这样子 嗯 你们会这样子吗会不会怕客人这样给你乱翻 不会不会哦 客人都还蛮蛮好心的就是大家会看完会帮忙归位 哦 那我们这样开了是第几年了 第1年 第1年Oven 对 我们好像得了一个什么奖啊 去年去年有一本杂志叫Shopping Design Shopping Design Design OK 我们有入选他们的年度一百大这样子 年度一百大一百大的设计店家是不是 对还有就是去年一整年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你这里是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是不是 呃我我未来希望他会是一个创意中心 创意中心是不是 对 哇哦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边穿梭就是看起来很高档的设计师啊 嗯 然后艺术家这样子啊 嗯 其实我 哦就是其实是喜欢 喜欢追求这些新资讯的朋友他们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嗯 我们的英控妹妹啊 一直在看着你耶 就是你的你就是一副文青样耶 哈哈哈 没有啦就就大家都是读书人 好好笑 可是我很好奇耶 像嗯 今年我们台北市就要办世界设计指定 对 我们其实在哪里可以得到更多所谓的设计 或者是说 因为很多人在说啊要讲城市美学城市美学 可是你必须要帮人家 就是如果是道教就开天眼啊 啊如果是设计师的话就是要帮他打开眼界啊 对啊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对设计这一方面的 呃期刊啊 或者是可以可阅读东西真的很少吗 就是你自己在业界这样子 其实不多耶 你说像最 现在大家如果常看外文杂志可能最认识可能有几本 比如说叫Wallpaper 嗯 然后还有一本叫Monocore 那那这这几本杂志都都是在他们比如说 呃时尚啊设计或者是呃经济 旅游这一款领域是很指标的杂志 嗯 可是他既然台湾了不起也可能最多也到一千本而已 一千本而已是不是 对 啊都是呃自己个人去收藏 没有在公共的 公共空间有但不多 不多是不是 对啊 哇哦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如何提升美学这件事情开眼界 嗯 那就是要把这些好看的东西 嗯 撒落到各个城市各个角落 哇 让大家都看得到啊 所以这也是我今年想要做的一个杂志阅图的计划 诶 你之前有去过泰国的这个创意设计中心 对 泰国的TCTC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边是长怎样好不好 它的规模 它的地点其实也是在市中心 市中心 就然后它的 在百货公司隔壁 百货公司 嗯 然后其实有点像是那个信义区的成品的某一层楼这么大 嗯 然后它一整层除了它有馆藏的这些呃艺术的书籍 然后还有影音 嗯 那也有会议室 然后还有最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全世界也只有几间的材质图书馆 材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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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原生的材质 像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就有 他们当地泰国自己原生的材质 有一个艺术家 他有一次就不小心 他在做创作的时候 那个颜料 倒在地上 哦 然后就被一个蝸牛 嗯 吃掉 然后他大出来的 那个 分泌屋就变成那个颜色 哈哈哈哈 但是他也觉得 他有一个很好奇的 他就一直去探索 去思考说 哎那他就喂他吃什么东西 他就会 变什么颜色 我还没有喂过蝸牛吃东西 就很有趣 嗯 然后他就做了很多实验 然后就变成是他们 在地的那个 一个材质的形式 嗯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 可能是当地的食材啊 嗯 或者是原生的一些素材 然后就会跟全世界的这些 材料的图书馆串联 把这个资讯 给一些专业工作者用 嗯 然后他可能去可以去开发 做商业开发 嗯 或者是什么样的开发 那这个泰国的创意设计中心 是国家的吗 还是私人的 他也是国家跟私人一起 合并在一起 诶 听众朋友说实在 有些时候 我们要跟小孩子解释 诶 什么是钻石 什么是黑色的钻石 什么是生锈的铜 很多东西真的是 你没摸到你不知道你知道吗 或者说 什么叫做油化干掉 还是湿润 就是在泰国这边 他有这样子的材质图书馆 因为我也有去过 在里面 我还看到 你可以直接摸 对 你可以摸 你没摸到你真的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台湾这几年一直在说 试性啊 什么试材试性啊 之类的 可是你连摸都没有摸到 你云彩没看过 你怎么叫 怎么去形容什么叫做云彩 对啊你的感官没有打开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请你来这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是 这应该是国家尽全力在做的 你是一个人这样撑过来这样子 对啊做了 像累积了十年 哇累积十年 那我再请教一下 你会 你怎么看现在 纸本跟电子 这样子电子书 电子书 对我们现在电子书真的非常的多 那势必这个 就吃掉你们的 也不是吃掉你们了 而吃掉说 我们实际可以碰触到 因为 纸它是有故事的 对 纸是华人的 华人的骄傲 现在华人创造的 你光是印刷 纸可以带来香味 纸可以让你看得到 对 纸可以碰触得到 那最重要 纸是一纸 如果你好好保存它 它永远可以保留的一个东西 对 嗯 所以你怎么看现在整个全球 大家 开始采用电子类的 我觉得那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啊 然后就 提醒大家就是 当然都可以交叉使用 然后 以你的需求去使用 但是不要过度 那 我像最近这一两年也 也有很多的 的新闻在说 就是你看这些 螢幕的东西 你眼睛会坏掉 嗯哼哼哼 对啊而且你看喔 现在很多小朋友 从小就开始看 嗯 那 最近的新闻是 大概都三四十岁的人 才有这个病 嗯 那往回推 这些小朋友可能 他到二十几岁眼睛就坏掉了 就是 藍光把眼睛杀光光这样子 对啊他就可能就 就眼睛就坏掉了 所以其实我 我也一直在提醒大家说 就是 可以 用 但是不要太常用 嗯 要保护自己的眼睛 嗯 然后透过 而且透过这些纸本阅读 其实你在当下是 你是 比较不像说你在看电脑 你会有很多干扰 哦对 对 那你可以很专心的阅读 嗯 对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时间里面 安静 跟沉淀下来 像你这一本喔 已经是古董的这一本杂志啊 又觉得 有些人 有些事 有些物 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像我现在手上 拿的是达力的脸 我把达力的脸整个翻过来 然后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我觉得像 在电脑上面 或是是平板电脑 因为 真的会有色差 你知道 色差就是 对 我觉得 紫本的东西它的魅力就在这里 嗯 那部分听说 你们很了不起喔 就是 不认识的人不能进去 一定要是会员是不是 就很拽这样喔 也没有 我们都有开放参观啦 嗯嗯嗯嗯嗯嗯 媒体就是特别强调说会员制 会员制 对 所以你们是会员制喔 我们呃 是朝会员制 的目标做啦 希望说 可以大家来一起来支持这件事情 因为 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我也不是很有情 我只是 有找到一个方式 可以 我走进去 我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富有的人 因为里面的 哇地毯家居 坐下去 那个feel 那个都是赞助的啊 赞助的啊 我坐下去 没同样耶 包含那个地毯 这样偷偷摸两下 哇 呵呵呵呵 那个 那个都是一个 一个家具商赞助 那整个 你整个环境其实是房东 支持的 他去 你真的 他 就我觉得我遇到 遇到他真的很幸运 就是他提供了我这个场域 这个房子 嗯 然后他也帮我装潢 嗯 前也是他出的 天啊 对 然后他 等于是也 第一年也没有跟我收住金 只要把你们家习 集齐台湾 可以不可以 用我们的设计的能量 所谓的软实力走出国际 这样子 对真的 那部分除了你的房东 江年后之外 你们还有三巨头哦 分别是读书人 说书人 还有出书人 这什么意思啊 呃 其实是以那个职位的内容啦 工作内容来 来取的这个名字 那读书人就是 顾名字就是看书的嘛 嗯 因为店里的呃 选书采购都是我 我就是负责看书的 哦 然后说书人就是 公告欸 嗯 对 他就会把 你们还会帮人家 翻杂志 还有边边帮你导读哦 会会有一些呃 引导的介绍 哇哦 对 然后还有就他其实主要是说整个 波文的故事 嗯 这个空间怎么来 嗯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嗯 会去分享我们的理念 对 然后出书人的话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专业是在 嗯 广告跟印刷 呀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出书人 哇哦 我了解我了解 好 听众朋友 你如果有时间哦 真的 什么叫做阅读带来的那种愉悦哦 对 我想在这边真的可以找得到 我们地点在哪里啊 博物本在哪边 地点在呃 台北市的大安区 呀 然后复兴南路一段 嗯 107巷 五弄 然后18号 我们在B1 这个至少哦 这不是我何志伟说的 至少是在很多的设计师 他说 一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的地方 一辈子要去看看的地方 对 因为在这里面收集了很多很多 全球最精锐的设计师 他们被很多呃 非常棒的记者采访 采访完过后 并且有非常棒的photographer 就是摄影师 对摄影师 然后在经由 因为其实你不要看全球像Vogue 这种杂志 他们斗争都很严重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精锐进出 特别是这几年 紫本杂志说在销售量比较降低 所以 他们也把杂志开始精致化 对 现在杂志都很精致 真的而且 一页一页一页 看起来每一个都是 你把它撕下来贴在墙壁上面 都可以变成收藏品的 这个等级了 我想 嗯 我们台湾人 不是那个 好像陆克这样 都丑袖丑袖 有时候给自己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享受一下 什么叫做阅读的愉悦 什么叫做 丽与美 还有我们公益的展现 对啊 就在书里面 打字里面 打字里面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 我自己ending下太多 你要不要下个ending呢 ending 其实 应该 我原本在唱片行工作的时候 有一句 那个唱片公司有一句slogan 叫 No music no life 没有音乐就没有生活 那其实也 我会把它转换成 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 No reading no life 就是 你要 藉由阅读去 开启你对于一些事情的 怎么讲 好奇心 然后进入到那个世界 然后如果 它让你 我觉得阅读跟音乐 都影响我很多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美好 我想要传承给 后面的年轻世代的朋友 对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看到 这些很棒的东西 船哥我可以跟你告白一下吗 是 其实我在看这个杂志 我并没有 完全没有在看文字 就是 它所呈现的图片 就让我 可以凝视好久好久好久 对啊 这样子 我是不是不太合格 不会 因为 阅读 都是主观的 对啊 其实你可以透过你自己 本身的一些经验 专业去看看 你在这个画面上 你的感受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对 你可以从这些观点 你自己去累积 你自己的 对于这些事物的美感 对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全台湾 我觉得好像是全世界第一个啦 就是杂志的图书馆 Bovend 就在我们的这个复兴南路一段107上五弄这边 他的店面非常的不显眼 那他的店又在地下室 下去之后手机的收讯还不会太好 所以我觉得 有一种 刚好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就 让自己有时间跟自己相处 让自己有时间跟自己相处之外 还看到全世界美丽的事物 美丽是有力量的 感谢你的收听 谢谢 谢谢大家